其实就是力量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玩者荣耀虽然是一个禁忌游戏 但也有非常丰富的剧情故事 虽然玩者荣耀游戏中的许多英雄人物有历史原型 但在游戏中都有了新的故事 玩者荣耀游戏剧情的结局也和十二奇迹有关 什么是十二奇迹呢 这得从玩者荣耀故事的起源说起 玩者荣耀中的神是最强的存在 但神并不是最高的智慧代表 他们也会有分歧 神界曾经开展了一次 以女娲和帝郡为首的长达数年的战斗 这场战斗的目的是为了抢夺能主导世界的翻舟核心 最后女娲这番的势力勉强获胜了 女娲打败帝郡后 她用最后的力量将翻舟核心封印 将打开封印之门的钥匙 分别放入了玩者大陆中的十二奇迹当中 女娲期望有一天能有能力强大且心怀天下的人 能解开封印掌握翻舟核心的力量 用于维护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存 十二奇迹关系着玩者荣耀剧情的最终走向 玩者荣耀中的英雄也顺着十二奇迹的分布地域 分为了各路派系 我们经常在游戏实战中竞技的玩者侠谷 其实只是十二奇迹之一而已 玩者大陆上的各路英雄 长期互相组队博弈 不论哪一派获得最终的胜利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翻舟的核心力量 只不过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所以各路英雄相继在玩者大陆中展开了明争暗斗 目前在玩者大陆中已经公开了八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是位于长安的帆舟 长安是女帝武则天的地盘 第二个奇迹是位于纪夏学院的通天塔 纪夏学院的相关人物 有兄弟莫子的鲁班大师老夫子等 第三个奇迹是位于赤壁的东风祭堂 奇迹秘秘密被天才诸葛亮参透 诸葛亮因此掌握了元气弹 成为了玩者荣耀游戏中的天才法师 第四个奇迹是位于云梦泽的转身之力 使神迹女娲用一把神剑锯雀封印 东环泰衣通过刚将驻出的莫耶神剑 斩断了锯雀 得到了转身之力 第五个奇迹是位于海都的奇迹之力 原本由旧神守护 但后世的人基于神迹的力量 通过反叛旧神赢得了奇迹之力 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但也受到了旧神的诅咒 他们跑到南方建立阿尔卡纳 也就是款铁所在的地方 因此奇迹之力受到了诅咒 所以海都也因此受到了污染 第六个奇迹是位于极北之地的日资塔 日资塔是最早被摧毁的一座奇迹 此前有十座日资塔 吸取着玩者大陆的能量 诸神大战之后 女娲觉得自己不应该掠夺这个星球的资源 于是派神职者后裔分庭久坐 最后一座日资塔的能力被后裔占为极恶 第七个奇迹和第八个奇迹都来自云中末地 分别是长城和王者下谷 这两个奇迹是大家最熟悉的奇迹 长城奇迹的游戏剧情牵扯出了 长城守护中一座英雄的故事 而玩者峡谷这个奇迹 则是大家每天匹配和排位赛实战的地方 最后的四个奇迹会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啊